年庚瑶的死,在剧中可以算是一个小高潮 当李渭把刺刺进的圣旨捧给年庚瑶时 年庚瑶一手拿着圣旨,一手拿着念珠,流下了眼泪 随后扔下念珠,说了一句还给他 乍一看,好像是让李渭将念珠还给雍正 其实年庚瑶是在跟自己的一生做告别 是在跟十七年前的那段记忆做告别 那十七年前,年庚瑶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看透杀鸡,心存敬畏 十七年前,也就是康熙四十七年 太子印仁第一次被废 各路牛鬼蛇神都将脑袋探出了洞口 寻找着出头的机会 年庚瑶作为四爷的心腹矮将 自然要为四爷马首是瞻 所以,他殷勤地从北京跑到了成德 只是他没有想到,此次成德之行 竟是这样的惊心动魄 那天,在狮子园,老脖子乌思道给年庚瑶算了一关 你除了得能权,谋,还多了一个胆 你生性忍而多矣,所以不可玩火 你本命是金命,贵迹人臣 但是若玩火,火可要克金,那就不开设想 年庚瑶看着乌思道煞有其事的样子 还好一通紧张,结果听到乌思道的卦子 又觉得不以为意 这还用你说,这不都明摆着呢 只是,还没等他开口嘲讽 乌思道就又说 你不同,你自幼就无赖顽皮 读书不成,打走了三个蜀士 你在南京玄武忽炼水军,洗了一个村子 你从军西征,以员微末偏将 先斩后奏,杀掉陕西总督阁里 你不是善人 听到这儿,年庚瑶彻底放下心来 也为他这点破事 很多人都知道,算不得什么秘密 所以被接了老底的年庚瑶非但没有恼怒 反而一笑说,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都是人人知道的 乌思道显然看出了年庚瑶的无所顾忌 他端向着年庚瑶 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你嘴角这条文,明曰断杀文 你有没有杀臂的事 三个蜀士是学问不好 还是管了你的闲事 你脚水匪,血洗一村 有没有仇向劳君的意思 你杀阁里,是单因他阻你仇粮 还是因他在南京任总督时 曾得罪过你 就是这次来成的 你是奉着来的,还是自请述职 一连五问 只将年庚瑶问的冷汗直冒 更是将手伸到了腰间 瞬间杀气上的 似乎下一刻 就要把这个知道自己实底的老脖子击杀 不过,年庚瑶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注视着眼前的老脖子 思索着他话里的意思 他怎么就算得这样准 自己的事竟全都知道 真的有神仙不成 看着陷入沉思的年庚瑶 乌思道却突然正襟危坐 历声说道 别看你在四爷面前老实恭敬 出了四爷府 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话音落下 年庚瑶瞬间一个机灵 乍然醒悟 才意识到 哪有什么神仙 这怕不是四爷借着乌思道的口 在敲打自己呢 明白缘由的年庚瑶 赶紧表忠心道 我是跟其他阿哥的门人有往来 但是绝对是忠于四爷的 不敢有二心 原本应该轻松的项面游戏 愣是让年庚瑶感受了一把 什么叫步步惊心 可见 在正 至风暴的中心 没有个蹊跷玲珑心 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好年庚瑶醒悟得快 否则会是什么下场 可以参考一下卡的结局 血洗江夏阵 竟是表忠心 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年庚瑶听进去了 那他为何还要血洗江夏阵 这难道不是在玩火 还真不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之前的文章中 我曾说过一个观点 就是想得到领导的重用 一定要有把柄在领导的手中 这样领导 才敢放心用你 年庚瑶显然是深谙起的 一废太子后 年庚瑶就一直 老老实实的 在四川当着提督 没事脚脚山匪 看似小日子过得美美大 实则 远离权力中心 就等于在政治上淘汰出局 想要永远站在顶端 就必须跟随 那站在顶端的人 也就是自己的主子 四爷 但是 自已废太子后 年庚瑶一直没有得到 在四爷跟前表现的机会 而十三爷发的刑部官方 让年庚瑶到江夏镇 捉拿逃犯刘巴女和任不安 正好给了年庚瑶机会 年庚瑶不负所托 成功在江夏镇 抓住了任不安 并将百官行术的当票 带回了北京 但是 随着传入北京城的 还有江夏镇几百余口 不论男女老幼 全部被杀的消息 几百口子 一夜之间全部被杀 哥谁估计都逃不了 一顿责罚吧 但是年庚瑶 只是被四爷数落几句 就轻轻接了过去 要知道 四爷可是眼睛里 绒布的沙子的人 为何对年庚瑶 这样的残暴行径 却不闻不问了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四爷看到了 年庚瑶的中心 为了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 哪怕屠杀整个镇子 也在所不惜 不考虑后果 其实也是不给自己留后路 没有后路 那就只能靠着四爷这棵大树 年庚瑶用几百条人命 向四爷表了忠心 同时也将这样一个 随时可以要命的把柄 送到了四爷的手中 表示自己甘心当四爷的道 忠心与猜忌 枷锁与自由 江夏镇血案后 年庚瑶虽然还是那个 沙法很辣的年军门 但是对四爷的忠心 也是实实在在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主动提出 让李渭跟他到四川上任去 即便他很清楚 李渭就是四爷 派去监视自己的眼线 但是主动站出来 说和被动接受 完全是两回事 主动说 叫为主子分忧 被动接受 叫不受信任 只是年庚瑶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的忠诚在主子面前 竟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西北告急 老是四百大将军王 即将领兵出征 年庚瑶收到兵部的传令 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 还没来得及去见四爷 就被十四爷裹挟到了八爷府 当然 你要说年庚瑶去八爷府 一点小心思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 但最多年庚瑶也只是想 跟八爷攀攀关系 要让他背叛四爷 那他还是没那个胆子的 但是 小西眼的四爷 觉得年庚瑶有了不该有的心 打算整治整治这个奴才 他当着众人的面 抽走了年庚瑶 调任陕甘总督的调令 还放话说要再斟酌斟酌 得知消息的年庚瑶 下得赶紧到四爷府请罪 可惜四爷压根不见的 年庚瑶就这样 跪在四爷的书房前 直到夜幕降临 年庚瑶才见到了四爷 四爷的一番敲打 虽然让年庚瑶又惧又怕 却也让他认清了一个现实 不管自己表现的多忠心 只要自己还有兵权 就永远免不了被猜忌 而猜忌的下场 通常就只有一个 死 此时的年庚瑶 早已看透了 乌思道当年的卦语 那不过是 一道套在自己思想上的枷锁 既然此是自己唯一的结局 为什么还要活得这么小心翼翼呢 放飞自我 人生得意 想明白各种缘由的年庚瑶 彻底放飞自我了 尤其是在他接替老十四 掌握了西征军之后 那日子过得比远在北京的雍正爷 四爷强夺 雍正在北京节衣缩时的 给年庚瑶攒军饷 年庚瑶在大西北 吃着新鲜瓜果 还得整十几个蒙古小妾陪着 后来 年庚瑶下台被弹劾 其中有一条罪状说他简约 一个大将军 却摆出了皇帝的架子 五官拜见 要地律头牌 出门要黄土铺地 自己推荐的官 叫年选 吃饭叫传善 睡觉叫翻牌子 如此种种 年庚瑶是真真的过了把皇帝 但 你说他简约可以 说他造反 那肯定不行 毕竟他出兵平乱了 而且还大劫了 这场大劫从根本上讲 对年庚瑶来说 唯一的好处 就是享受了一把 百官贵营的快感 这一刻 年庚瑶大概觉得 自己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看透结局 欣然赴死 所以 他加快了生命的进程 将雍正派来的孙嘉诚杀了 孙嘉诚那可是清流的代表 他的死直接将年庚瑶的生命进程 推入了倒计时 随后 在八爷党的有心操控下 百官上书 陈列年庚瑶九十二条罪状 年庚瑶被一扁再扁 就这样 年庚瑶从大将军 沦为了堪城门的小卒子 但是在整个被扁的过程中 年庚瑶依然用行动 守住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首先 他从不上请罪折子 都是上谢恩折子 其次 百大将军的排场 仅靠场面 就压住了多少势力小人 最精彩的当属 最后被贬为守城小利 面对县令的呼吓 他坦然地打开包袱 从中取出一件 他曾经最看不上的黄马褂 穿在身上 面对这件鲜亮的黄马褂 县令下的匍匐在地 看着这群跪在自己脚边的人 年庚瑶似乎又找到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 当李渭带着赐自尽的圣旨到来时 年庚瑶一手拿着雍正曾经赐给他的念珠 一手拿着圣旨 流下了泪水 随着砰的一声 念珠摔在桌子上 年庚瑶只说了一句 还给他 还给他 还的是念珠 也是君臣几十年的情分 更是年庚瑶这些年 肆意妄为的渐月行径 他用自己的死 告诉雍正 游戏结束了 我不欠你的 你也不欠我的 历史赋予了他独特的使命 他却用生命细耍了历史 年庚瑶在清朝历史上 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管在历史文献中 还是艺术作品中 他的形象 似乎都是藐视黄泉 拥兵自重的反面形象 但是 当我们站在年庚瑶的角度 再去回看他的一生 怎么也算得上是风云际会 精彩绝伦的一生 历史就像一个双标分子 一方面给了他 绽放自己的机会 另一方面 又害怕他开得太绚丽 总想在最后关头 掐灭他 年庚瑶 就像一个傲娇的赌徒 他看透了历史设下的赌局 却仍欣然入局 用自己的生命 与历史来了一场豪赌 结果 他输了 也赢了 对 这 我